这是史上最失败的杀人魔 他举起尖刀 露出诡异的笑容 朝着女人静止冲了过去 结果 他很不服气 妹妹跑了不是还有个姐姐吗 他再次邪魅的一笑 搬起厨房的面包机 然后打开浴室大门 这可把姐姐吓了一跳 王偶迅速把面包机往水里一转 结果啥事都没有发生 双方大眼瞪小眼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看着慢慢沉下的面包机 王偶这才想起来 原来是忘记插电了 两次刺杀失败 把王偶气得直挠头 这时哥哥刚好回到家 王偶再次转移目标 拿着球棒躲在楼梯角落 这次不成功变成人 哪知身高不够 球棒直接打到了台阶上 但这也把男人吓得够呛 王偶无计可施 只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可他并没有放弃暗杀计划 他在地毯上插满钉子 接着把弹珠往地上一撒 等来人踩上去必定凉凉 然后他拿起杯子往地上一撒 接下来就等人来中奖了 没想到妹妹进来后 又是啥事都没有 原来门是往里开的 但珠全给推开了 王偶气得直撞脑袋 这个倒霉王偶的到来 要从一家人入住说起 当天在收拾阁楼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个浑身缠满铁链的木 还有个写着分立的名牌 大家开始并没当回事 直到深夜的时候 王偶突然出现在妹妹房间 本以为女人会很害怕 但她却以为是哥哥的恶作剧 让王偶非常无语 到了第二天 女人看见王偶被放在了桌上 这下更确定是哥哥搞的鬼 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偶无意间爱上了猫咪 他决定要把三个灯泡干掉 可经历多次的刺杀失败 王偶还是不服气 下定决心要让这一家人好看 男人刚上车 一扭动后视镜 王偶见状怒了 再次加大了力度往后拽 但他却没想到 除了鼻子之外 嘴巴也能呼吸的呀 这杀人王偶 当得也太失败了吧 当天晚上 王偶再次行动 见女人在做饭 他居然当着面 就想下滴滴味 可他还不死心 把其他人当成了空气 继续行动起来 见他还不肯走 男人拿起喷雾对着他 就是一顿狂喷 对于王偶的精彩操作 一家三口还举办了派对 男人还有模有样地 模仿起王偶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完全没把一旁的王偶 放在眼里 这招也太损了吧 王偶这次决定来真的 趁着妹妹在过生日 王偶翻出一罐喷雾 在女人要吹蜡烛时 他对着就是一顿狂喷 结果他拿反了 喷了自己满满一脸 等三人在看电影时 王偶又打起坏心思 他在男人身后 放了一把弓弩 用绳子拴在扳机上 准备来的偷袭 只见他扯下影线 客厅里瞬间传来了喊叫 王偶以为成功了 兴奋地跑过去查看 结果定睛一看 发现弓弩掉在了地上 男人也安然无恙 他缓缓抬起头 弩箭居然被射到了天花板 原来他们大叫 是因为猫咪在客厅拉响了 眼看猫咪有难 王偶连忙冲上去顶罪 说那是他干的 男人没有看懂他的意思 误会他可能是饿了 于是 这也太侮辱人了吧 王偶彻底崩溃了 没想到当个杀手这么失败 他只好和猫咪做最后的告别 回到了原本属于他的地方 默默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但接下来发生的 绝对让大伙意想不到 这只王偶成精了 他在饭菜里下滴滴味 结果被喷了一脸喷雾 他想用塑料袋将人闷死 结果连嘴巴都没有罩上 最后还被一家人逼着吃下 他只好把自己重新封印起来 结果当天夜里 两个小偷闯进屋里 男人听到一场起身查看 结果被从背后击晕 接着把两个女人也抓了起来 楼下的动静惊醒了王偶 他赶紧下楼查看 看到这家人被劫匪绑架 劫匪看见两个女人后 还想顺便打打牌 这时王偶兴奋到浑身发抖 但看到劫匪用枪指着猫咪时 王偶哪能忍得了 他立马关掉灯光 劫匪发现屋里还有人 于是来到阁楼查看 却只发现了一堆王偶 中间还有双卡自拦大眼睛 脚下突然出现一堆弹珠 王偶从背后偷袭 导致劫匪打滑 一不小心手脚 就扎在了钉子陷阱上 接着用塑料袋 套住了他的头 王偶用地毯那么一卷 就将劫匪包成了粽子 这下王偶可来尽量 受了三个月的委屈 全部发泄在了劫匪身上 用尖刀把他刺了的 透心良心飞扬 解决掉一个劫匪后 王偶继续行动 他将铜火引到房间 用弩剑射中对方大腿 然后又瞬间跑了出去 劫匪一路追到浴室 刚打开灯 就看到了身后的王偶 只见王偶在火柴上喷出依然喷 一瞬间 猛烈的火苗 就把劫匪的手烧成了猪体 劫匪赶紧把手伸进浴缸灭火 王偶迅速插上电源 将水里的面包机通电 成功把对方直接送走 经过这件事后 三口子把王偶当成了家人 王偶也是高兴的不行 这时大家都在喝牛奶 将牛奶递给王偶的时候 他却摇了摇头 等大家喝下牛奶后 却发现味道非常的咸 但妹妹并没有放盐了 既然不是他们放的 那不用想了 肯定是王偶把盐 当成了迪迪味 好家伙 这智商感人的王偶 估计也就只能搞搞坏人 好人的话还是别想了 好了 今天的恐怖片就讲到这里 关注猫君 我们下期再见